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试习期末考试内容 好,同学们,最次的考试内容就是 第六课成语故事 第七课万里长城 和第九课古诗二首 好,我们现在开始复习吧 首先我们先学重点句子 请跟着老师读 第一,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气候下 竹子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变化 他都观察得很仔细 第二,文娱可画竹子的时候 胸中已经有了 完整的竹子形象 第三,有个文学家 非常佩服 文娱可画竹子的才能 并且写了一首诗 称赞他 第四,有一个人 看见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铃 很想去偷它 第五,他就把自己的耳朵 舞起来 去偷那个铃 第六,他刚伸手碰到那个铃 铃就响了起来 他很快就被抓住了 第七,这个成语的意思是 愚蠢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好,第一到第七 这些句子就是在 第六课 课文里面的句子 好,我们继续 第八 我一直向往着 去中国看万里长城 这个愿望 终于实现了 第九 远处的山峰 层层叠叠 巴达岭长城 像一条巨龙 实隐实现 气势雄伟 令人赞叹 第十 似乎觉得 万里长城 这条巨龙 正驮着我们 翻山越岭 飞向天边 十一 我摸着古老的城墙 望着雄伟的长城 崇敬之情 游然而生 十二 万里长城市 古代中国人民 创造的世界奇迹 创造的世界奇迹 是中华民族 古老文明的象征 好 第八到第十二 这些句子就是在 第七课的课文里面的 十三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读在义乡为义客 每逢家节被私钦 摇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一人 十四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并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那么一 sampai 那么七 itu adalah kalimat yang berada di bab enam 那么八 sampai 那么十二 itu adalah kalimat yang berada di bab 七 sedangkan nomor 13 dan 14 itu adalah kalimat yang berada di bab sembilan 现在我们 令人 membuat orang 欺骗 menipu 外国 luar negeri 竹子 bambu 两个答案是 身手 akhirnya sewaktu sewaktu dia menurunkan tangan untuk memegang lonceng tersebut lonceng tersebut langsung berbunyi 他很快 就被 什么 什么 乐 第三 答案是 抓住 dia dengan cepat ditanggap 这个 成语的 意思是 什么 什么 的人 自己 什么 什么 自己 第四 和 第五 答案是 愚蠢 欺骗 arti dari peribahasa berikut adalah orang bodoh menipu dirinya sendiri 好 我们看 下一段 人们 把做 一件事情 心中 早已 有了 主意 什么 什么 有了 什么 什么 比 做 凶 有 成 主 第六 和第七 的答案是 或者 把握 orang yang sudah memiliki ide atau kepastian di dalam hatinya peribahasannya adalah 凶 有 成 主 可是 有个 什么 什么 朋友 把 凶 有 成 主 翻译成 肚子里 有一 根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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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 第九 和第十 的答案是 外国 主 子 另人 tetapi ada seorang teman yang berasal dari luar negeri menerjemahkan peribahasa 凶 有成 主 menjadi di dalam perut seseorang ada ada sebatang bambu membuat orang-orang tidak tahu mau menangis ataupun tertawa 第二 部分 连词 成 句 bagian kedua menyusun kalimat 第一 最早 的 介于 2000 长城 多 年前 应该怎么排 呢 就是 最早的 长城 建于 2000 多 年前 好 他的意思 就是 tembok besar 进 第一 dibangun lebih dari 2000 tahun yang lalu 第二 之一 是 世界上 长城 建筑 最雄伟的 哪个是 拍第一的呢 对 长城 然后 是 世界上 最雄伟的 建筑 之一 意思就是 tembok besar 进 merupakan salah satu bangunan termerga di dunia 第三 题 登上 我们 人流 乐 随着 长城 应该 怎么排 呢 对 我们 随着 人流 登上了 长城 他的意思就是 ita mengikuti arus orang mendaki tembok besar china 第四题 是 古老 文明的 长城 象征 中华民族 这句 应该怎么排 呢 长城 是 中华民族 古老 文明的 象征 他的意思就是 tembok besar china merupakan symbol symbol bradaban kuno bangsa jungko 好 下一题 第五题 沿着 向上 我们 走去 正确的句子就是 正确的句子就是 我们 沿着 十几 向上 走去 意思就是 kita kita menjusur tanggabatu menjusur katas 第六题 特别 画 竹子 画竹子 文语 可 喜欢 正确的句子 应该就是 文语 可 特别 喜欢 画 竹子 意思就是 文语 可 sangat suka menggambar bambu 第七题 房前 屋后 很多 种了 他 竹子 在 答案就是 他 在 房前 屋后 种了 很多 竹子 意思就是 dia menanam banyak bambu di depan dan belakang rumahnya 第八 文学家 非常 佩服 他 画竹子 的 才能 答案就是 文学家 非常 佩服 他 画竹子 的 才能 最终的 意思就是 sastrawan sangat mengagumi bakat dia menggambar bambu 第九 一题 第一题 第一题和第二题 是根据 第七课的课文 回答问题 第一题 我 我 登上了 长城 有什么 感受 apa perasaan 我 听 大 答案就是 我感受到 万里长城 这条巨龙 正 驻着我们 翻山 月 飞向 天边 第二题 第二题 万里长城 最早 建于 多少 年前 sudah berapa tahun か tembok besar jina pertama kali dibangun 对 他的答案就是 两千 多 年前 好 第三 和第四 题 是 根据 第六课的 课文 第三 文语可 为什么 能把竹子 画得跟真的一样 吗 阿爸 文语可 必须 能够 把蚂 像 一样 阿斯里 他的答案就是 因为 文语可 的胸中 已经有了 完整的竹子 形象 第四题 小偷 把耳朵 怎么样 去偷什么 阿爸 你能够 跟本诸里 给他 的 领安 阿爸 杨 很 的 第 竹子 人 他的答案就是 小偷 把耳朵 捂起来 去偷 零 好 第五 到第八 题 是根据 第九课 的 课文 第五 题 9月 九日 是什么 节日 这个 9月 九日 是 中国 的 农历 不然 9 当个 9 在这里 是 按照 的 日 大 天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每逢 家 被 死 这句 就是 在 古诗 九月 九日 一山东 兄弟 他的意思 就是 什么呢 对 他的意思 就是 每次 节日 到来 我会 更加 思念 亲人 第七 回乡 偶书 的 作者 是谁 对 他的答案 就是 鹤 之 章 第八 少 小 离家 老 大 回 是什么 意思 少 小 离家 老 大 回 少 小 离家 老 大 回 就是 在 回乡 偶书 里面 的 一句 可以 可以 回 回乡 偶书 是什么意思 呢 对 就是 年轻的时候 就离开家乡 直到老了 才回来 第三部分 选择题 ba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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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tiga adalah 选择题 有两种 ada dua bagian 第一种 就是 bagian pertama adalah 再 在下列 剧中 画线 的字 找出 正确的 读音 这里啦 拼音 yang tepat dari kata yang bergarisbawa 举个例子 sebagai contoh 上课 零响了 在这里 这个字 读什么 读 零 哪一个呢 是 A B C 还是 D 对 它的答案 就是 A 零 第二种 还有一种呢 ada satu bagian lagi 就是 在下列 剧中 的 拼音 找出 正确的 汉字 dari huruf mandarin yang tepat dari 拼音 tersebut 取个例子 sebagai contoh 好学生 不应该 欺骗 别人 在这里的 拼音 片 拼音 yang di sini 片 它的汉字 就是什么呢 apa huruf mandarinnya 是 A B C 还是 D 对 它的答案 就是 D 这就是 答案的 可是 ini adalah contoh format jawaban ujian mandarin kalian 把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 的答案 写在 本 字上 jadi jawaban dari bagian pertama dan bagian kedua dari soal ujian ditulis di buku kalian 第二部分 请注意 每 写完 答案 最后 不要忘记 写句号 untuk bagian kedua harap diperhatikan setiap selesai menulis 小aban jangan lupa tulis standar titik titik 至于 第三部分 选择 题 同学们 不用 把答案 写在 本子上 你 选择 题 的答案 同学们 就直接 写在 google form 就行了 untuk bagian ketiga pilihan berganda jawaban tidak perlu tulis di buku tulis mandarin dan jawaban langsung akan dipili di google form 好 我们就 复习到 这儿 同学们 考试 加油 再见